三遍 三遍啊 那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 嗯 我说的 没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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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来就那么好看 本来就那么好看 好 开始了 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绕口里开始了 呃 吃吧鸡蛋我也吃 鸡蛋吃吧我也吃 听清楚没有 从清话说的普通话 普通话说 吃吧鸡蛋我也吃 鸡蛋吃吧我也吃 就是这个 我们连续说三遍 越快越好 说好了 我们 好 连续说三遍 来 三二一 开始 吃蛋 吃 吃吧 吃 吃吧鸡蛋我也吃 鸡蛋吃吧我也吃 对就是这个 连续说鸡蛋我也吃 吃 吃 你小的啥了 我说了 我说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工品已经打字了 哈 就是就是觉得好玩 那都是真人吗 是真人啊 我一万多人一万三千多人在看呢 那不是真人他会打字吗 我们只能我们两个只能说话 而他们都如果全部说话那不是乱套了吗 只能用打字的一种方式来公布互动 知道吧 他们说 他们说就是 就是图个好玩嘛 这是叫现场真人秀 知道吧 这个节目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重庆女孩别人说的性格比较高 就是说比较外向 然后那个你是个女汉子 你通常一般骂人 一般骂人 都是开口 如果假如说我打个比喻 我今天把你惹的特别冒火 惹冒火了之后 然后一开口 你的第一句话 骂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吵 哈哈哈 然后那个什么呢 我今天打个比喻 我就是说我今天想说非你了 就是我说 我说我摸了你大腿 打个比喻 打个比喻 我说我摸了你大腿 然后你特别的生气 那你连续骂我五遍 我吵 连续骂我五遍 连续五遍 我都会说我吵 就是这个词 连续骂我五遍 我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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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啥 我没听清楚 不是 我吵 伤疭 我吵 他妈说的啥呀 他妈说的啥呀 他妈说的啥呀